今天馬總統他要接見這個國豪團嘛 那之前我們對你也有講到說 這個馬總統他既然講到這個一國兩區嘛 那是不是如果這個國豪團要去這個 中國應該就要跟中國講說 這個一國兩區的一國是中華民國 那這個部分可以幫我們分享 來 這個一國兩區 我想這幾天在各界有非常多的討論 那馬總統一再堅稱說這個是屬於憲法的層次 我個人是學憲法教憲法的 憲法條文徵修條文第十一條 他其實規定的非常清楚 他是有關兩岸的事務性往來的時候 那涉及人民的權利義務 所以才要把這個部分 做為一個憲法的位階 把它規定在這邊 然後以便讓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有一個法人 結果馬英九擴大主張 把這個東西事務性的往來 變成主權的這個延伸 那更是完全違背憲法的原意 就是一個中華民國 那也請吳敦毅來就教於李克強 問問看李克強對這樣的意見如何 所以馬政府不要在國內一天到晚想 一國兩區的一國就是中華民國 但是看到中國就完全連提都不敢提 然後在世界上在國際上 也沒有人認為說這所謂的一國就是所謂的中華民國 那國台辦的發言人楊毅其實也說得很清楚 他們只取一國這樣的概念 那一國到底指的是哪一國 我想媒體朋友都非常清楚 所以我們要問的是兩個問題 第一個 吳敦毅敢不敢在這一次的博豪論壇 告訴李克強說 一國兩區一國就是中華民國 那第二個如果吳敦毅不敢在博豪論壇講的話 我們也請馬政府從此以後對一國兩區開始閉嘴 否則就是自我矮化 謝謝其實軍議委員已經講得非常的清楚 那不過大家回想 吳伯雄到跟胡錦濤見面的時候 之前也跟馬總統見過面 然後據他們所說白紙黑字 寫的一國兩區 所以他沒辦法受人之託 中人之事 所以他沒有辦法吞下去 我們希望今天他們見面之後 也留下白紙黑字 也千萬不要把該講的話給吞下去 那麼馬英九應該在 請吳敦毅在博豪論壇的時候說 他是過去中華民國的前行政院長 那麼來參加 過去其實如果他講一國的話 其實是海南特別行政區 那麼請他以中華民國憲法所選出來的這個 前行政院長 然後以憲法選出來的副總統身份 那麼在那裡那個代表參加會議 那麼如果今天他們的會面 他的白紙黑字 那麼可以留下這樣的話語的話 那姚文智以後在立法院 都不再質詢一國兩區的事情 謝謝 請問還沒有其他的補充 各位媒體朋友 好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的記者會議就到這裡 謝謝